娱乐圈里的演员大多都会晚结婚,恋情也做得非常保密,没怎么注意的话还真很难让人发现,娱乐圈里得一点信息,就可能引发出一大串的事情来,请不要怀疑广大人民的实力。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只要明星有点绯闻,就会让我们的狗仔队蜂拥而至。 李冰冰作为娱乐圈里的实力派演员,出道至今二十来年也没有传出绯闻,一直都是低调明星,可谓是高调拍戏低调作人。 前年有消息传出,李冰冰与一名男子在公园里牵手散步,两人动作举止非常的亲密,冰冰的恋爱让人一点都不奇怪。 李冰冰的恋情被曝光后,非常爽快的在自己的微博中,晒出与男友许完男,在海边牵手的照片。 李冰冰与男友在海边写道,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连情正式公开。 李冰冰的男友也成为了众多观众所关注的对象。 许完男1989年出生,安徽人,在一家企业里就任高管,传言父亲在银行里也是名高管,家庭背景很强,目前对李冰冰非常的体现照顾。 李冰冰1973年出生,黑龙江人,国际巨星,目前紧军好莱坞,恋情公开后一度成为了热播榜上的名人,跟你往低调的性格有了很大的差异。 李冰冰的男友小自己17岁,也一度任冰冰,成为了姐弟恋情被议论的对象。 姐弟恋情曝光并没有给李冰冰带来太多的困扰,李冰冰还是跟你往生活一样。 工作的时候绝不带入人格感情,面,对议论从容面对,一场姐弟恋的风波无形中就慢慢的淡化了。 李冰冰做事原则非常的强,李冰冰目前拍摄的好莱坞动作科幻片巨齿沙8月10日同步在美国与国内正式上映, 已经播出李冰冰就收获了大片的粉丝关注。 目前巨齿沙在国内票房,已突破10亿大关,影片讲述了五年前海平夜以下一万里的地方, 为了找到一种可以治疗脱发的深海精华,而引出了巨齿沙这个史前生物。 故事从此就没完没了的进行着,巨齿沙由美国演员杰森,斯坦森与国内李冰冰等明星合作拍摄, 乔纳斯派了杰森,斯坦森打开了影片的前奏,刚开始画面让人看得非常的紧张, 面对不明生物的攻击,乔纳斯在危险一刻,放弃了几名队员,而保住了大陪伸的队友。 回到海面上的乔纳斯,被上司用言论攻击,说自己他神怕似出买队友换来自己的生存, 乔纳斯也知道自己做的不被人所看好,一气之下离开了团队一个人来到了泰国生活, 每日久不离手,这样的日子只带来了五年的平静, 而在另一边张书军里冰冰科研队也同样面临着当时乔纳斯同样的遭遇, 在深海一万米以下,受到了不明生物的攻击,而被困在海里, 面对氧气缺失不足十几小时研发团队转开了救援工作, 但是面对不明生物的攻击,所有科研人员都没有经验, 只会请出还在泰国里生活的乔纳斯, 要说谁最有经验,当属乔纳斯了,毕竟他曾一个人就回了十几个队员, 面对博士的请求乔纳斯还是非常的谨慎, 这是一种面对不明生物的恐惧, 乔纳斯当听到事前妻被困在海里时, 眼里仿佛要冒出火苗来一样, 救援的时间很急,乔纳斯也很担心前妻, 二话不说就蹭了出去, 最后的结果不到十分钟就把前妻给救了出来, 而同样还被救的李冰冰也非常的感激乔纳斯, 两人话没有说几句感觉, 就莫名的爱上了李冰冰, 随着潜艇爆炸也给在海底深处的中间层, 给炸出了一个大口子, 而我们一直都没有见过的不明生物也跑了出来, 差点把张苏军的女儿给吃了, 这画面当时吓了我一跳好大一条锯齿纱, 之后一激烈的故事, 就展开了与锯齿纱的生死搏斗中, 锯齿纱的被消灭并没有让我们感到开心, 影片中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物种的灭亡, 肯定有它被灭亡理由, 人类虽然有错但也不能让你肆无忌惮的打开杀戒, 李冰冰在影片中的演技还是一如既往的让人打开眼界, 恋情的曝光并没有影响到李冰冰对影视的追求, 锯齿纱在国内票房破十亿, 也让李冰冰的名声大望, 更是圈粉无数, 非常期待李冰冰的下一部作品。